今天呢,我们做一个彩色的包子 我们有摩耳,有洋葱,有芹菜,有葫芦 有大辣椒,胡萝贝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香菜 包子的馅儿就不用太细了 粗料和包子的馅儿,包子的馅儿大 粗一点更爽口 就比糖营养丰富一些 一点橄榄油,让我想起海南的热带中光 我们东北的小沫香油一开 满屋的香味就收不住了 我们现在做一个彩色的包子皮 的面团呢,咱们就是搁的菠菜打的汁 红的呢,就用红的,红柴打的汁 白的呢,就用牛奶呢,和的面 咱们呢,都给它叠在一起,把它卷上 包好了一切,就看出来几个层次了 这个颜色就有了,咱们切上,切开看一看 切开,看 看 看 现在呢,擀一个皮 像个红派呀,看 里外朝阳 咱们现在啊,往里头撞馅儿 多撞,越多越好 开始包 馅儿越多越香 海浪一样 割头汹涌 这笼屁里头啊,加一张那个厨房纸 包子底啊,多抹点油 一呢,是不粘锅 第二,是香 笼屁里头啊,不能割包子多了 让它框框抄抄的 它还看呀,会长很大的肉 房间要大一些 包子上屁以后啊,不要开火 一定要焖十分钟 让它醒发 现在呢,我们醒发了十分钟 现在就开始蒸了 开火呢,上气 上面啊,加一个粽的东西 给它压住 气啊,就更足了 包子蒸出来就更起伏了 十五分钟到了 咱们就开始闭火了 现在呢,什么都不要动 就焖五分钟,再提干 见证彩包子的时刻到了 精彩的一刻到了 哇,彩色包子 尝尝吧 看 我还记得照 我做了 看到了 我的肉 先看 我做了 做的 我做了 我做的 好